一名新加坡人前天在登顶珠穆朗玛峰之后失踪 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 我国外交部表示 新加坡驻新德里最高专员公署 正同家属和尼泊尔当局保持密切联系 39岁的失踪登山客斯里尼瓦斯的家属 在网上联署寻求帮助 表示斯里尼瓦斯是在上个月出发前往尼泊尔登山 他在星期五登顶后 下山途中似乎出现洞窗和高山症 同其他队员分开 家属表示他在海拔八千公尺处倒下 可能就在西藏一侧 曾经两次挑战珠峰的登山客受访时表示 每个登山者通常都同当地向导配对 如果出事时人流量又高 就得共享有限的绳索 每年平均有五名登山客死于珠峰 但今年至今已有九人在珠峰遇难 明天 谢谢大家